我最常遇到的是拿海外的 來拍國內的 想片 你娘 他本來的目的就是 我們先知道要阿武關長的 見不見覺啊 如果我不喜歡上鏡頭的新娘 幹嘛拍婚傻照 啊我們要怎麼開場 隨便喔 我們這就不是C的 大家好 我是攝影師舞少 大家好 我是攝影師周上 歡迎來到我們的 綠色到處攝 今天呢我們開始一個訪台的主題 登登登 與攝影師溝通的 五個心法 我們把當紅的周上老師 邀請來到節目一起來分享 當你已經決定好 要為你的婚傻照開始拍攝的時候呢 你大概要準備什麼樣的功課 來跟攝影師溝通 這個蠻重要 為什麼 其實我比較想要線上溝通 XXX 溝通我覺得很大一個因素 是降低新人的不安全感 對你來說 也很重要嗎 不重要 不可以 像在溝通的時候 我會請他們拿 喜歡跟不喜歡的照片 非常非常想拍的照片 在群組先建立一個相本 因為我 頭腦不太好 我聽過就忘記了 我就可以回覆 上個是晶雲啦 6秒就忘記了 好 3秒 3秒 因為對我來說也很重要 為什麼 第一個我要先知道 新人是不是照片 看他本人的目的就是 我們先知道要他五官長了 見不見覺 是不是跟照片差很多 知道他的笑容 講話的感覺 了解他們的個性 兩個人互動的感覺 透過這個頻道 新人也可以 都看看我們的影片嘛 讓大家更了解 你選擇誰是 平常 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樣子 好 第一條 從兩個人共同性去開始照情 比如說男生喜歡打電動啊 兩個人喜歡喝咖啡 一方可以配合著 一方的去拍攝 我自己認為 昏燒照大概是兩個方向 第一個是比較美感性 第二個是比較敘事性的 美感性就是很氣勢磅礡 敘事性就是從你們的興趣 相戀相愛的故事 共同的職業 我們最常遇到的就是 機師配空間 對不對 衣服配故事 上哥拍了很多 長榮的空間 對不對 好 兩種 綜合起來 會讓你這本文章知道 不僅僅是很美而已 他也能夠有一些 共同的故事可以呈現出來 上次有一組新人跟我講 他們共同的興趣就是去 汽車旅館 我知道啦 上哥很常拍那個啦 車子的 喔 對 對 對不對 很多的新人他們想拍車子 是因為這個車子 有跟他們共同的回憶 如果這新人兩個人很無聊怎麼辦 透過聊天嘛 我覺得 攝影師很會聊天很重要 要會講幹話 這邊是本山 原本就是山 一個礦場 就是一個礦場 通常會有這種情況我遇到說是 某一方比較有偶包 然後笑就會是 他覺得他微笑比較好看 他就不會 笑得啊 笑得很開 從兩人的個性上面去思考 蠻多的新人會喜歡拍一些 性感的東西 就是 忘記敲門系列 先把新郎支開 對 我也慢慢欣賞 對 沒有啦 對 新娘只在 要結婚前 都會把自己的狀態 幾乎是弄到 巔峰的狀態 體態最好的時候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想法 何不在這個時候 拍一下 這類的東西 然後 因為婚商是女生 一生一生的這個夢想嘛 如果新娘她是一個 比較外放 活潑 我覺得這時候 我們都會 盡量focus 讓新娘自己去 展現自己的 青春美麗 新娘 follow著老婆的步伐 這樣就好 新娘們也可以自己去思考 要說 各自都有一些想法跟意見 那我們就可以有個共識 小孩子才做選擇嘛 我們都要拍 勇敢的提出自己喜歡 或不喜歡的角度 可能你是不喜歡上鏡頭的新娘 這樣怎麼辦 如果不喜歡上鏡頭的新娘 幹嘛拍婚殺照 可能我就會一直給她 自信 我就會在拍攝 對 超棒 超美 一直誇獎她 因為有時候 有人對鏡頭 是有一種陌生感 不太知道 他怎麼樣對鏡頭 散發他的自信 這樣 這時候 我們在溝通的前期 我們會給他很多的 細琴啦 那我相信透過 專業造型師的整體的打理 穿上禮服 有完美的專感 打型的呈現 這個自信度在鏡頭面前 一定至少都會先加了 百分之五十分吧 我還是以 就一直講 所以如果他 他跟我講說 他喜歡拍左臉 我就好 那我們要開始 來轉右臉給我 他就會覺得 覺得你很故意 對 就故意 他就會有一點轉移 他的注意力 說一直在左臉 這件事情 上面 有沒有遇過現場 沒有 特別跟你說 但是 拍完以後 看到照片 他會覺得說 我要修這個修那個 修這個修那個 他其實很在意 他的某個部位 我原則上在開拍之前 我會先問的蠻清楚的 例如 你會不會很在意 你笑太開 拍到情緒很放的照片 我會覺得 哇 很好看 但是 這個世界上 沒有任何一個人 比自己還會看自己 你在意的點在哪裡 要不要叫 先去醫美一趟 欸 譬如說你單眼皮 我們又不是魔術師 把你變成雙眼皮 這時候你就要透過 醫美幫你做眼神的擴充 新人呢有沒有最常 譬如他想要避掉的角度 留下往上拍吧 臉一定要小一點 手一定要再細一點 第三點就是修小腹囉 男生主要就是雙下巴 男生肚子 有什麼地方是絕對修不掉的 有一種雙下巴很難修 就是 他整個這樣往光裡面擠的 應該是脖子比較短的那裡 另外一種那個 摔要巴擠到他是 兩層肉 你找的 參考爐做的功課 不一定要是婚紗照 從你找的圖片 第一個就是發現 你的品味 看到你喜歡的元素 我當然遇過很多很誇張的就是 他的參考爐全部都是 歐洲精品 我還遇到很多是拿 Tiffany的 他很多的廣告拍攝是 他有時候會創造一個年代感 有時候會在學中 就是很符合一個女生的一個感覺 女生要的氛圍 放在我們婚紗照項目裡面 他一定有難度的 抓到一個類似的元素 然後去拍到 有那樣的一個 像不像八分像嗎 我最常遇到的是拿海外的 照片 來對 來拍國內的 照片 你娘 那個國家的光線跟景色 跟我們台灣 其實都會有一段落差 我會很直接的講 我沒有辦法拍到那樣子的程度 打破他的幻想 我們可以有夢想 但是不要幻想 如果這類客人 我可能就會推薦一些 台灣我覺得比較類似 國外的景給他 其實很多人有歐洲拍攝的夢想 其實我們最常會見接近的就是 南投親近的老英格蘭嘛 很接近那樣的歐洲的氛圍啦 那我自己有遇到一對新人 蠻特別的就是 他很喜歡 拉拉鏈這部電影 因為他電影海報就是一個在 黃昏的夜色 富力廣大的夜景去拍攝 然後做這個 跳舞的動作 那實際上面 我們也有真的把他執行出來 就是我們去到了一個很遙遠的山上 就真的很像在洛杉磯的夜景的風吻 但是 沒有那個路燈 我們就是用後製的方式去呈現 那這對新人很特別 他連這個拉拉雷主題也一併的延伸到 他的婚禮上面 那我覺得他這個新人 會讓我很有印象 就是他們的想法就是很 主題明確 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那我們這個攝影團隊就是 全力以赴的 執行 創作出來 勇敢提出自己的疑慮 大部分新人的疑慮都是在說 我不會擺POSE怎麼辦 你怎麼講這話講呢 每一個攝影師的強項 可能不太一樣 某些攝影師是很會 擺拍引導的攝影師 例如像是 舞哨 會擺到很到位的這種 可是現在 大家都不喜歡擺拍了 對自己沒有那麼有自信 或是比較不協調的人 其實擺拍是一個 非常可以快讓新人 進入狀況的一種模式 一開始 就是 新人不知所措的時候 基本擺拍的能力 讓他比較趕快進入狀況 我上次在拍居家風的時候 我就說 新人你就做自己就好啊 結果他就直接 掐新娘的胸部 這就是他們自己 所有事情發在一瞬之間 我覺得 最好的那一瞬間 都不會是準備好的那一瞬間 我覺得新人還是要某種程度 喜歡表演啦 去發掘出新人本身的特質啦 老師我覺得 我不上像怎麼辦 我們會把我們認為 最美好的那個你 透過我們的鏡頭去呈現出來 這五點呢 就是我們提供的新人 在你準備除了喜歡 跟不喜歡的照片以外 有一些心理上面 提供的新人做參考的部分 準備好功課 跟攝影師溝通 注意你的婚紗照 不會那麼的 跟別人都一樣 他可以 創造更多屬於你們 獨一無二的回憶 愛你所選 選你所愛 當你選擇這個攝影師的時候 就 徹底的相信他就對了 攝影師有感覺到 你非常非常信任他 他絕對會非常賣命的 去拍這一集作品 如果你有喜歡的主題 想要我們分享的內容 歡迎在留言處 幫我們寫上去 快來跟我們 到處射 呃 每攝影看 到處射 謝謝各位 Super Idol的笑容 都沒你的天 散熱最近被 數數千分 我看起來像Photographer嗎 呵呵